第一次來泰國換錢的這個 旁邊處兩個10塊 然後這樣一個是10塊 它就掉一刀這個 這個應該是洗衣粉 然後再來多一個這個 一個Softener 一個洗衣的跟一個Softener 不懂買到什麼 這個是洗衣的 這個是Softener 剛才我的衣服我已經丟在裡面了 你就跟著它這樣子咯 放衣服 然後到洗衣粉跟Softener 選時間放錢 跟Unstuck 然後它燒水冷水沒有放價錢 所以我選的是4kg的嘛 你就看咯 冷水溫水跟燒水 那個是Drying Fire 所以我們現在先洗衣服先 然後這個障害我已經放了 它就有了時間顯示 然後障害的那個洗衣粉 那種就是島上面這邊 哇你看到的 WASH COMPLETE PLEASE OPEN DOOR 然後不開 摸一下 哎呀它有膠乾的 還是擔擔四四 所以要用烘乾機 好 然後我放了下面了 我就會選LOWER DRIER 還是UPPER 所以它會等它這樣 然後 然後 這個放40 然後這個要看好 我來咯 這個是下面 這個是上面 這個放了40吧 所以你放好了 這一放 BEST TIME BEST TIME 然後它就起放了 OK 我跟你們講 一個很奇怪的 風速 所以我在換錢的地方 是那邊 可是它沒有開嗎 像它講一點開 我就騎這邊上來 要找東西吃 然後咧 我就騎到這邊的時候 我這樣子騎 騎到這邊 騎到這邊的時候咧 我就看到這邊 有賣一個華人的雞飯 因為 如果你們看我之前的影片 我之前吃的啊 全部是那種 NASILAMA 全部都是馬來人的東西 然後這一區 顯然有比較多華人的 所以我就直接停在路邊咯 停在路邊 你可以看到它的 華人飯店 然後它有賣雞飯 鴨飯 茶燒飯 還有甘蔗水 然後它的醬料啊 我都覺得很 謝謝 然後它的甘蔗水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真的覺得很有親切感 如果想要 吃華人的東西 因為那個老闆很像是講說 這一區就是說 算是他們的 中心 所以比較多華人 我住的那邊 不算是中心 所以那邊算比較外圍了 所以那邊是比較少薄人的東西 所以咧 吃飽了 等那個錢到了 再去換錢 就是這樣 先來嘗試一下它的甘蔗水 就是甘蔗的味道 可是那個品種啊 那個新加坡的人不一樣 沒有這樣甜 它沒有那麼死甜的感覺 然後 它的薑蒜 應該是自家做的 還是很夠益 那個 哇 辣椒 然後我是叫了叉燒 這個是老闆 有 我拿了 我拿了 這個很辣 這個會很辣嗎 不會很辣 不會啊 不辣 你這個很辣 這個很辣 一點點 一點點啊 每個老闆跟我講不辣的很辣 所以就不很辣 這個很辣 就是看 這裡就是看 哪一個好就 可以 這個老闆會講花文 所以如果花文來 可以跟他講花文 好 OK 謝謝 好 多張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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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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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